第一,我们要发出公平正义的声音 推动国际社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对抗 反对单边制裁,滥用制裁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 超越霸权主义的小圈子 第二,我们要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念 本着对人民负责,对生命负责的态度 助劳疫情防控屏障 加强国际抗议合作 共同守护人类,生命健康 第三,我们要汇聚经济复苏的合力 加强宏观政策协调 保障产业链,供应链安全畅通 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防范化解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奉献挑战 实现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经济增长 第四,我们要推动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加大对减贫,粮食,教育,卫生等领域投入 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实现更加强劲,绿色,健康的全球发展 主持人的一种项目